非常的赞叹 我们这些在座这位护法居士大德 他都是会提早来 然后共同针对这个法育的诠释 来深入来探究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那有人可能会问 老师为什么我们的那个讲题里面有这一个解悟 解悟我们的嫩眼睛 这个解悟 因为我们刚刚开始上课 我必须要让大家知道 这个解悟你不要把两个字连在一起 要先解才能够悟 解何有解呢 这个解就是说你不需要解开这个法意 为什么我们解悟呢 重点大家手上都一定有这个大佛等于所认言经里面的科判 对不对我们在解我们这一次我们以科判为主 所以我们讲解悟重点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你不需要在义理上你要先能够解得开 你一理你解不开你没有办法了悟 你既然没办法了悟那你何来能够圆 何来有那个圆字呢那个圆种呢 对不对 所以你没有办法了悟你根本没有办法圆什么圆物 你没有办法圆物你何谈能够怎么谈得上是圆修 再来圆正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契机契礼之时大家都知道都是很精进 但是你解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根据科判 科判对于我们探究认言经它是一个相当相当有注意 相当有注意的 对我们这个探究认言经的人不管你是出击出中击都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科判你们现在手上你们把科判请出来 注意哦要比方说经典或是科判 反正跟我们的这个经文有关系的不要说拿出来 一定要用情用心去解 你看我们的科判当中 你若是没有先解 你没有办法深入坚章 你如何解啊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用颜色来区分 甚至于我们还学了天干地支这样子来注明 大家都很用功很精进 为什么 因为科判你要是一重面 要是一重面的话 什么叫重面 比方说我们讲过这个十番显见 这个重面 对不对 显见四星啊 显见不动 这个是重面 但是这个重面 重点就是在于 一里的这个深度 但是 恒切面呢 他就是在于彼此一里的连串 彼此一里的连串 因为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个三模的修法 好你们现在注意看把那个那个 我们的科判请出来 什么叫做恒切面 一里的这个这个 灌串 比方说呢 你们现在看到好 飘开妙修行路 有没有哦 有没有看到这个 有没有看到这个 看到这几个字 以一有没有哦 有没有哦 好我们现在从三模修法 另重耳根一面深入 有没有看到这几个大字 好 那是不是又从选根植入到道场加显 对不对 好人问呢 从选根植入里面 是不是说阿满 说比喻 他要求门得入 就是说世尊世语 三藏一心 就像一个华屋一样 但是你要进入华屋 你要有怎么样 要有这一个 知道如何入华屋之门啊 对不对 所以说你 好你在看望左边看 好 为什么要先定恶意 有没有看到 定恶意 然后再望左边再 是恶意 有没有哦 还有四轮次 有没有哦 这个都是一个很切面的连串 光是他定恶意 你再往下看 你要定恶意之前 就是说阿满要求入法屋之门 那你就是要 请世尊开庙修行录 对不对 好 那你要开庙修行录 请世尊开庙修行录的时候 世尊告诉你 你必须要先明确 两个决定义 对不对 什么叫做两个决定义 我们看看决定 有没有看到更一跟更二 有没有 你要知道两个决定义 就是说 你确定了你的妙修行录 你确定了 那你如何来决定 那这个决定就是什么 第一个要以因同果 你那个因 你若是生死轮回之因 以若是忘心为因地心 那不可能原成果地的修正 对不对 好,那就是以因同果 然后你再往左边看 好,重根解解 这个是一种横切面 横切面就是要让你说 你学过了什么 你了知了什么 你解悟了什么 你有没有办法把它怎么样 这样横切过来 横切过来 好,我们现在在跳过来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举例 所以好,你们先跳过 有没有看到佛赐诸圣各说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啊 佛赐诸圣各说 有诸圣略说 然后在观音广城 有没有看到 那你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佛不明示 却是要 却是要 诸圣各说其因地修行之使 他之后修 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 法法 怎么样 就是必尽空心 佛佛道同 为什么佛佛道同 因为 十方三是佛所正的 也就是以如如不同的心性 于必尽空性 才能够相弃 这个就是佛佛道同 所以说世尊没有明示 重点就是在于怎么样 要诸圣各说 诸圣二十五圣里面 有六根 有六成 有六四 有七大 那佛佛是不是在二十五 对不对 那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 你在这个地方 你若是没有用横牵面 你 没有办法搞清楚 诶 佛是诸圣各说 为什么要让他们各说呢 各别 各别以他们因地修行之使 如何以 哪一个法门 为他因地修行之法门 对不对 然后就诸圣略说 对不对 那在观音在广成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文书来选择 所以你看 你没有横牵面 你根本没有办法 契入佛之心意 对不对 佛说 三模修法 要定成耳根一门深入 从头到尾 佛没有明示 但是他告诉你 应该如何 如何一门深入 对不对 你没有横牵面 你没有办法体悟出来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用解悟 你没有先解开义理 你不了解佛的心性是什么 对不对 你义理解开了以后 你也只不过是到达先了知 你了知之后 你会渐渐的误入 对不对 渐渐的误入 那你见悟之后 时间因缘 时解因缘成熟 你就有办法达到缘悟 那你缘悟之后 你才能够缘修啊 才能够缘正啊 对不对 所以说在探注另眼睛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你没有疑科判 你看他把他们分析的 这个系统分析的很好 所以说重灌面 重的 他是在讲深度 义理的深度 对不对 好 那横签面 就是说各个义理上的连串 就贯穿 所以说你若是要跟人家解法缘 尤其是你本身 你刚刚告诉你重签面 跟横签面 你一定要下功夫 你一定要自己下功夫 我知道我们在座 诸位居士 有时候真的是很下功夫 一看他做笔记 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比方说呢 我们好现在呢 先把科判请在旁边 上个礼拜 我们所讲的 我们所讲的这个 这个课题内容当中呢 我今天呢 再把它总括 用十个大典 用十个大典 你们等一下 就是要像这样 就是像在义理横签面 横签面的贯穿 还有深度的贯穿 你自己要看看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在诠释 义理上 你是不是 能够跟法医来相应 这不能打妄想 因为等一下 我总医院就把它整理出来 有总共十点 我等一下一定马上会问 你要问 这个是自然或是因缘 你马上你自己打 自己打 好 这样了知了 因为你这个十个大典 你若是了知了 那么你就不会再被因缘 或者是自然所束缚 所捆住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六百四十六号 六百四十六月的第十行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我所说 有没有 从乳时未知 我所说三缘断固 三应不生 有没有看到这几个字 非常好 跟着上 好 那为什么世尊会在这个六百四十六月里面 特别的强调有三缘断固 三应不生 好 难怪呢 阿难呢 他会怎么样 在怎么样 在因缘跟自然 还是单着在细论里面 为什么 因为就是没有办法究竟了知 注意 世尊为什么强调三缘断固 三应不生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三缘断固 你不要以为他只有一个 讲到一个三缘 就是世界 众生 还有业果 不只是这样 为什么 他这个世尊这个三缘的 那个原字 他重点是在强调什么 三种能源分别之心 以及所缘的妄境 这个一个原字 他就是已经怎么样 前者到什么 你能源的分别心 还有你所缘的妄境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那个能源之心 是属于什么 骗记手之心 那所缘的妄境 是不是依他起性阿 那个他就是所谓的条件阿 或是原因 所以说世尊一再强调 三缘断固 三应不生 你缘断阿 因就不会起现行 你缘断 让他这个缘断 你因就不起现行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个三缘断固 三应不生 你不要以为就是世尊子 是在于强调 这个众生 业果 还有世间 这个缘的这个呼声跟相续 有不我 不是只有这样 这个三缘断固 已经牵扯到 对不对 牵扯到 骗记所执性 跟一他其性 这个是缘 所以你不要以为 这个只是一个三缘而已 尤其这个缘 你把它解开来之后 你才会了解到 哦 原来三缘断固 三应不生 就是像树一样阿 你不跟他水分 没有土壤 没有阳光 这个树活不了嘛 对不对 这个所以说这个 缘断阿 他怎么样 因就 三应就不起现行 就是不起现行 那当然 假如一三缘断固的时候 他就讲 狂性的因缘 弱得除灭 狂性的因缘 弱得除灭 那么 不狂性 自然即出 那这个地方 又会牵扯到 那又会怎么样 他会 没有究竟表示 他会讲 狂性若歇 歇即是菩提 那我现在先提一个重点 就是说 狂性弱歇 就是指 狂性的因缘 弱得除灭 好 那歇即是菩提 就是说 不狂性自然即出 但是呢 这个不狂性 注意 在远弱达多的这个 这个 远弱达多的这个个案当中 你们一定要要记住 只要有远弱达多的这个典故 他一定 他不出这五个字 第一个是 狂性 还有一个 本头 不失 这六个字 你们要千万记住 假如讲到 远弱达多的这个个案的话 一定有一个狂性 还有一个本 还有一个本头 远弱达多的头 对不对 本头不失 所以说你 假如你那狂性 你就旁边马上 以法核来讲 狂性 就是代表无名 他的本头 就是代表 我们众生 本有的 真心 真性 你这个认知 你一定要先定下去 一定要先定下去 所以 我们一段一段的来讲 好 假如 我讲到 本有的头 那你一再听比喻的时候 你一定要马上讲到 就是在讲 真心真心 好 我只讲说 狂性 无故狂性 起 他要密头 要寻头 好 那你就知道 这个狂性就是代表无名 你要马上给他change过来 这样知道吗 好 ok啦 好 注意听 假如 远弱达多的 这一个头啊 就是说 他的本有的头啊 假如是自然 那么 所谓的这个自然 就是说 无有一时 一刻 不是自然 这样 有没有听清楚 好 远弱达多的头 假如是自然 那么就是 无有一时 一刻 不是自然 也就是说 时时刻刻 都是这么自然的啦 好 那 那远弱达多的头 如果是自然性的话 从这个地方开始探究 他的头是自然性 时时刻刻 都是应该是属于自然性 那为什么 他会有狂不知性的旺生呢 那为什么 真正的狂不知性 是不是远弱达多的头 真的失掉啦 是不是 有没有真的失掉 没有 那可见得 这个狂不知性 跟头本身 有没有关系 没有 很好 很好 很仔细的哦 你自己要去判断 所以呢 假如远弱达多的头 他是自然性 那么 不应该 会有狂不知性 从这个本有头 本有自然 这个头里面 产生一个狂不知性 那这个地方 有没有办法了知 所以说 你說 眼肉达多本有的头 是不是自然性 是还是不是 不是 非常好 那这个就是说 你不能讲说 眼肉达多的头 怎么样 是自然性 那所以说 非自然 也就是说说 我们本有的 真心真性 你能不能讲说 他是自然 能不能讲他是自然 对 不能讲说 他是自然 对不对 因为你假如 你 你这眼肉达多的头 他是自然性 那么不应该 会有狂不知性 突然生出来 对不对 这一点 一定要 你要了一过来 要了一过来 因为这眼肉达多的 在这个 这个顶固当中 这个各样当中 会启发 启发 启发我们探究 面眼睛的人 有十大重点问题 你那个面 要切个清楚 我跟你讲 你若是没有切个清楚 眼肉达多的无名 你会比他更无名 因为你 你都不懂嘛 就是更无名 因为眼肉达多 他总是要碰到三知识 摸摸他的头 请问这个是什么 你在找头 请问你现在 对不对 你 向上 不是你本人的人头吗 唉 他马上会一过来 唉呀 原来怎么样 他这个 狂不 密头 是多余的 是不是多余的 没有真正的原因 可以有狂不知性产生 所以说 无故 无故 要叫无名一样啊 无名是什么 无因 无有 无名 没有因 可以生出无名 若是 无名 有因 有缘 可以生出无名 的话 那没有一个众生 是可以成佛的 这样知道齁 好啦 那我们现在再来找 第二个问题 眼肉达多 他自然本有的头 若是 只是 因为 照进之因缘 他本有的头 只是因为他照进的因缘 而会无故的 起无头的狂怖 他要去寻头 那 重点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很多人 没有办法理清的 既然眼肉达多本自然 本有的头 只是因为照进这个因缘 会无故 起无头的狂怖 他要去寻头 他要去找他的头 那 同样的道理 也可以说 因为照进的因缘 是不是 可以令 眼肉达多本有的头 真正的失去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喔 因为光是照进的因缘 他有狂怖性 起来啊 对不对 那当然只有 也可以借着照进的因缘 让真正本有的头 真正的失去啊 对不对 这个是在 比喻上 的一个 转换 那有人在这个地方 就转不过来 因为 照进的因缘 并不是真正的 让眼肉达多 狂怖蜜头 真正的因缘 他是以为什么 以为他的头 真的是被痴魅 所夺走了 所以他 狂怖蜜头 不是因为 只是照进的因缘 那 有没有 撞得过来吗 照进的因缘 不是让真正的促成 眼若达多 要密头 而狂蜂 对不对 因为照进的因缘 让他怎么 觉得说 他喜欢 敬重的头 但是他自己本人的头 因为没有办法自己见到 自己的 对不对 清秀的眼目嘛 所以他认为 怎么样 因为他自己都 看不到自己的 这些五官 他怎么样 他担忧 狂怖 害怕 以为他的头 被痴魅所夺走了 所以他才要 所以狂性起 他要去寻投 所以说 这个地方 很多人 没有办法 撞过来 真正眼若达多 对 布头狂蜂 要去密头 寻投 不是因为真正的造进因缘 不是造进的因缘 而真正的让他布头狂蜂 是因为 他以为他的头 失去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 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 你们要注意 假如只是因为造进的因缘 会让 云罗达多的狂性起 他要去密头 那当然也可以因为造进的因缘 让他的头 真正失去 他的头有没有真正失去 没有 所以说这个造进的因缘 有没有办法成立 对啦 很好 造进的因缘 没有办法成立 所以说 你认为 对不对 头 是不是可以说他是因缘性 头 有没有说是 可以当作是 那个因缘性来讲 不能够当作是因缘性 为什么 因为 眼若达多的头 本身 并没有失去 不能够以为 只是造进的因缘 让眼若达多 狂蜂蜂头 这个并不是造成 真正眼若达多的 劲的 狂蜂性的原因 真正 眼若达多 狂蜂起 要去蜜蜂 是因为 他以为 头失去了 那真正的头 有没有失去 没有失去 所以说 朋友的头 你不能说 他是因缘性啊 对不对 因为你假如是 朋友的头 他真的是 因缘性的话呢 他可以怎么样 因為照鏡我起狂步,頭起狂步 因為有姻緣讓他起狂步嗎 那既然有姻緣讓這個眼肉搭頭起狂步性的話 那也是一樣有姻緣可以讓眼肉搭頭的頭真正失去呀 假如是以姻緣性來講的話 這個地方是最難的 很多人轉不過來對不對 然後我再用第三次分析給大家聽 眼肉搭頭的頭是不是在狂興起之前 跟狂興歇 眼肉搭頭的頭始終的不變 既沒有失去也沒有新的獲得 這個地方知道喔,搞清楚 好,那麼我問你們 眼肉搭頭照鏡的姻緣 是不是真正的讓他狂步性起? 是不是真正的姻緣? 對,不是照鏡的姻緣 那真正的眼肉搭頭會狂興起要去蜜頭是因為怎麼樣 他以為他的頭失去了 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眼肉搭頭的頭 從他未起狂步之性 一直到當他起狂步之性要去蜜頭 一直到他狂興歇 這個跟他朋友的頭有沒有關係? 沒有,很好 不要把這點搞清楚 所以說你不能說 眼肉搭頭的頭是因緣性 因為假如是因緣性 的話是怎麼樣? 就會因為照鏡的這個因緣 有失又有得 其實眼肉搭頭的頭 照鏡跟狂興歇 跟狂興歇 他的頭都是如如不動的 重點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要轉得過來 所以說呢 你不能講說 遠作者搭頭的頭 他是屬於因緣性啊 那我已經剛才提示過你們 頭是不是要當作真心真性 所以說真心真性 是不是屬於因緣性? 不是 真心真性 是不是屬於自然性? 不是 喔!對啦!很好了 這我們釐清兩個重點 然後這個要注意 所以說呢 我們以這個個案來講的時候呢 你意義的貫穿 你重前面要了解 然後呢 紅前面你要表示 為什麼? 為什麼他不是因緣性? 為什麼眼肉搭頭照鏡的這個因緣 這個因緣不是真正的因緣性? 也就是說他無明啊 他這個無明啊 不是真正的有生起無明的因 這樣知道沒 我們眾生的無明 不是真正的有一個 能夠生起無明的因 若是有一個真正能夠 生起無明之因的話 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 你找片眾生 這個四大角之生 這個無明潛藏在哪裡啊 對不對? 因為你既然說無明 對不對? 無明起 假如真正有一個因 可以生出無明的話 那我問你 當無明真正有因 生起的時候 那是不是代表 我們的真心真性 怎麼樣? 是不是滅啊? 那我們真心真心 始終 都是如如不動 不生不滅的 無明只是 無喚起 喚 喚 喚起 因為 沒有辦法守住 靈靈絕絕絕的真心 就是以令妄動 知道沒有 所以無明 有沒有真正的因 可以生起無明 沒有 因為你假如 在眾生的如來葬心裡面 有一個真正的因 可以生起無明的話 那麼這個如來葬 我們就不能稱它是真真心 為什麼? 因為真 始終都是真 就是因為它不是妄啊 我們要稱為它是真 你知道嗎? 譬如真中有妄 那個是因為我們全角方便 妄是依真而取 但是我們的真心真性 從來不生出妄 這一點要搞清楚 這一點要搞清楚 好我們剛剛已經擬清兩點了齁 好現在我們要來 要來綜合一下 眼若達多本有的頭 雖然只是照進著因緣 來無故起狂步而去密頭 那一旦有善之士告訴他 對不對 摸摸他的頭 說這個是什麼啊 那眼若達多是不是怎麼樣 他的狂性頓邪 眼若達多的狂性頓邪 這個就是想當你怎麼樣 眾生無死傑來的無名 一旦有遇到佛的法意宣揚 佛開示三藏本是一心 我們的如來葬性 也就是我們的真如性 它是本不生本不滅 眾生在迷未之時 我們的如來葬性 也沒有失去 佛正德究竟果決之時 對不對 也沒有心得 為什麼 因為眾生本據 那就是我們講的 以剛才眼若達多的這個頭 跟狂性的這個舉例來講 以法核來講 就是說眼若達多的狂性起 跟狂性頓邪 跟他朋友的頭 絲毫沒有關係 同樣的道理 我們的真心真心 也不會因為眾生起無名 我們的真心真意 就跟著失去 也不會說佛正的究竟果決之後 我們的如來葬性 有在重獲在心得 沒有 因為他本之不失 何來再有得呢 到這裡這樣怎麼過來要 阿彌陀佛好得知 這些眼睛還要緊四四 趁著這個時候要趕快 好 所以說呢 我們要感恩眼若達多的這個典故 讓我們了解到 喔原來是這樣 好 再再再注意 還有一點 眼若達多這邊還有一小點要注意 眼若達多 他正在狂暴性起 正在密頭之時 你們再回答我一次 他的頭有沒有失去 絲毫不動 狂性動歇的時候呢 頭有沒有重新負得 因為頭本在 既是不失 何來有再負得 這樣知道齁 所以是不是有這個因緣 讓眼若達多的頭失去 然後又再負得 這個因緣性成不成立 當然是不成立 所以可見的我們知道 狂性不能說他是屬於因緣性 好 那我們把那個狂性改成無名 所以說真正的眾生的無名 能不能說他是因緣性 不行 能不能說他是因緣性 不行 因為如果是有因緣性的話 就是能有一個真正實實在家的 能夠生出無名的因 也有一個能夠真正生出無名的緣 那既然有真正的因緣 能夠生出無名的話 那我們的主要葬性 對不對 是不是因為有無名這個真正生取的這個因緣 而怎麼樣 無名對不對 因為真本來就不生旺的 你假如認為這個無名是一定有一個真因 一定有這個因緣可以生出無名 也可以生出旺 那我們的真心真性 就怎麼樣 怎麼樣 就不能說他是真心真性喔 因為真本質如如不動 忘奇 真真真性 不受影響的 忘滅 真真真性 也是不受影響的 這樣有沒有搞清楚這一點 好 那這個綜合這五點 大家都應該要注意到 喔 因為你們在探究 在這個這個 眼若達多這個個案的時候 你千萬要記住一點 剛才比較 我一再強調就是說 真正 讓眼若達多起狂性 要去密頭的時候 他的頭本不失 所以說真正的 不是因為造勁的因緣 讓他狂不幸起 真正的眼若達多狂不幸起 那就是你的意思 你的答案就是相當於說 眼若達多的狂性 是有因緣的 因為是造勁因緣 所以他會狂不幸起 要有沒有搞清楚 這個非常重要 要搞清楚這一點 好來 那現在呢 我們再來講 以真心真性這個角度來探究 好 等一下呢 我們會了知 我們的真心真性 不能夠稱之為自然性 我們的真心真性 也不是屬於因緣性 為什麼呢 那我們也是有五點 我歸納五點 我們這樣子來貫穿 眾生之真心真性 若本來就是自然性 本來就是自然性 現在我們是探究 我們以自然性 來跟真心真性 來相比對 假如眾生 本具的真心真性 他是自然性 那自然性 是不是永遠都是自自然然的 無時無刻都是這麼自然的 對不對 好那你告訴我 假如我們的真心真性 是自然性 那應該永遠都是這麼自自然然的 但是你告訴我 有什麼因緣 眾生會起無名 那這個真心真心是自然性 能不能成立 當然是不能成立 很好 因為既然自然性 就是永遠都是這麼自然 對不對 對不對 沒有因沒有緣 可以改變它 但是注意喔 這個自然 外道的這個自然 跟我們那個 畢竟空性的 本不生 本不滅的 這個是有差別的喔 你不要兩個混在一起喔 我們現在是在 以 我們現在是在排除 要排除 你必須要解開法意 你才有辦法排除你的旺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講說 眾生的真心真性 本來是屬於自然性 那應該永遠都是屬於自然 都永遠都不自自然然的 對不對 那為什麼眾生會 一面忘記 對不對 信訣避免 為什麼眾生會起無名 對不對 那所以說 就是因為起無名 才會追逐忘嘛 對不對 那所以說 我們的真心真性 你不能說它是屬於什麼 屬於自然性 很好 好 那屬於你 眾生就是 因為 已經 怎麼樣 知道 要 仿妄歸真 要 被誠 和絕 就有 假如真心 會有無名的妄動 真心會真正的生出無名 意思就是說 有因有緣 會讓我們的真心來生出無名 那你告訴我 眾生有沒有辦法仿萬歸真 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無名是有真因真緣 會生出無名的 那已經講過好幾次了 真心真性當中它本質怎麼樣 本質 畢竟空性 它怎麼 本真 本據 哪裡 還會有一個忘之期 那個只是 忘之時 只是一個什麼 相似的一個 謎訣而已 不是說 真正的有一個 謎的因 在我們的 在眾生的 這個如來葬心裡面 假如說 眾生的如來葬心當中 真正的有一個 潛在的 無名的 因 潛藏在 我們眾生的 這個如來葬中 那我告訴你 已經講過第三次了 沒有一個眾生可以成佛啦 成佛之後 文明再生出謎 再生出謎 那是不是又本身眾生 就是相當於 我們那個佛羅納 米多倫尼子 前面問的 是不是說 世尊 就是說已經 正成果決的聖者 是不是還會再求文明 一樣的道理 所以說這個 這個點裡面 一定要把它切割得非常的明確 既是真 那它就是本無謎 本無謎 無謎 那個是頭上鞍頭 性覺病名的那一個旺 真正的 你想想看 樹 當中 沒有樹影的潛藏在裡面 但是樹影卻是不能夠離開樹 對不對 樹影要依於樹而存在 但是樹本身當中 你把它解剖開來 即使是佛 菩薩 也沒有辦法在 樹當中 在物像當中 剖析出 什麼 簡性 一樣的道理 所以說我們在解析 真心真心之死 你一定要搞清楚 既是真 那絕對是無謎 有望其 那只是 眾生 一念 沒有辦法守住 凌凌 絕絕的這個星光 對不對 好 所以 無名 是依於 我們 的如來賬 但是 它卻是 起上 以 背景空間的體來講 無名 它絕對沒有實體 無名有實體的話 那麼怎麼樣 那就表示說 我們的如來賬中 有什麼 有實實在在的 無名存在 因為它有實體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是不成立的 所以說 我們的真心真心 有無名是妄動 但是 卻 不是說 我們的真心真心 是能夠生出無名 這個要注意 所以說 我們的真心真心 你不能夠稱它為自然 也不能夠說 真心真心 是屬於因緣性 對不對 因為假如 真心真心 是屬於因緣的話呢 它可以因為 無名的因生起 真心真心 就滅了 因為它是因緣法 對不對 就是有因緣法 有人問說 老師什麼叫這因緣法 因緣法 就有生 有滅 有真 有簡 有來有去 這個就是所謂的因緣法 因緣法 因緣法就是有違法 其實有違法 是針對無違法來講的 是 兩個是相對的 好 假如 我們的真心 我們的真心真心 它本質不生不滅 它本質常住不失 當無名忽然忘起之時啊 只是有一個相似的謎訣 真心真心 本不失 本不變 妄滅的時候 雖然證悟 但是也無有所謂的信證可得 為什麼 因為 怎麼樣 真心真心 本質 不生不滅 不因無名起 真心真心有事 也不因無名之滅 因為無名是無實體 對不對 它沒有一個實體性 所以我們真心真心 也不會因為無名滅 我們的真心真心 再重新獲得 因為重新獲得就是表示 它曾經失去 那正德 就進果位之後 我們真心真心 再重新獲得 對不對 假如你認為真心真心有富得的話 有富 富 就是說再獲得的話 那就表示 它是不是會因為無名的因而失去 對 那有沒有 真心真心有沒有因為無名起 真心真心而失去 有幻滅 有沒有 沒有 所以說真心真心 不因無名之喚起 或者是滅 而有所改變 有所變動 有所失去 所以這個概念 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說我們的真心 是不是屬於因緣性 不是 我們的真心 是不是屬於自然性 那不是 我們在跟剛才同樣的例子的方式 假如你認為 我們的真心真心 喔 注意喔 假如你認為我們的真心真心 是因緣性的話 那麼一定忘記 忘有真的因緣起 那我們的真心真心 會怎麼樣 會失去 那忘記 我們的真本質不動 不失 假如你認為 我們的真心真心是因緣性 那你告訴我 喔 不管它是因緣性也好 或者是一個自然性而好 假如你認為我們的真心真心 是屬於自然性 那你告訴我 有一個自然性的真心真心 那你告訴我 它潛藏在眾生的身中的何處 因為有 應該有機可循啊 對不對 因為自然有一個自然體的真心真心 那麼它一定我們可以有機可循 對不對 那找遍眾生 這個四道假如之身 還有我們的本不生 本不滅的清淨自心當中 你有沒有辦法找到一個自然性而起的真心 當然是不可能 所以說呢 在剛才我們所提出的這個十點當中 你們一定要理出 我們的真心真心 非是因緣性 也不是自然性 我們的這個一念忘起所起的無明 它也不是因緣性 也不是自然性 因為跟 研究達多 這個狂性起跟狂性滅 跟它的本頭是毫不相關的 所以說無明起跟無明滅 我們的真心真心是怎麼樣 是如如不動的 是不變的 不失的 這樣有沒有搞清楚 所以說呢 總而言之 剛才講的這十點 大家都應該會了知 真心真心 非因緣性 非自然性 無明也不是因緣性 也不是自然性 眼若達多的狂性起跟狂性鈍蝦 也不是屬於因緣性 也不是屬於自然性 眼若達多本有的頭 它也不是屬於自然性 也不是屬於因緣性 這樣轉過來要 這個是重點 我已經把它歸類有這個十個小點 讓大家能夠了知 在這個地方你要注意 你可以自己問自己 眼若達多他居然 會怎麼樣 狂性起 他會要去密頭而狂走 那怎麼會沒有因緣性呢? 那你告訴我 眼若達多 他密頭狂走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密頭那兩個字 就是他要去找頭啊 對不對 真正讓他狂不興起的是他 他怎麼樣 他以為他的頭被師妹奪走了 對不對 好 那真正的原因 不是出在照鏡的因緣 而是他怎麼樣 他狂性 無故起 他以為 注意 以為就是不是真嗎 對不對 他以為他的頭 真的失去了 對不對 假如說 眼若達多的狂性 他是自然性 他是自然性 那應該在眼若達多的這個這個 的頭當中 本有的頭當中 怎麼樣 應該不會起狂不興啊 因為眼若達多本有的頭 就是自然人的啊 怎麼會有因緣會起自然性 會會生出這個狂不興 對不對 重點就是在這個地方 把這個釐清啊 那我們就知道 所以說為什麼 我一定要讓大家先解 你這個釐 一釐你解不開 你沒有辦法產生了物 好 現在我們來看 好 在這個六百五十頁當中 好 六百五十頁當中呢 有沒有看到說 我先前所說 這個我是佛的字稱 喔 有沒有看到六百五十頁 有沒有看到啊 我先前所說 三元斷固 即是菩提心 有沒有看到這幾個字 找到了齁 好 那剛才我一開始就講 能緣三元就是指 三種能夠分別 就是能緣的心 跟所緣的妄境 能緣的心是屬於騙激捨自性 那所緣的妄境 就是屬於一塌其性 對不對 那不管是騙激捨自性 或者是一塌其性 都是來自於 疑念的什麼妄動 疑念的無名妄動 好 尤其是我們的三四六初 就是因為一塌的無名妄動 性絕不明 一定要在我們的性絕 跟本絕上 一定要加明 否則的話呢 他只是稱為絕 不能稱為 性絕本妙本明 這個我們以前都講過 好 所以說你一塌無名的妄動 就是因為注意 輾轉而換身 這五個字 所以說才會有三四六初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的菩提 也就是代表我們的真心真性 我們的菩提 不是屬於因緣 也不是屬於自然 這樣知道齁 假設有因緣 他一定 因失 原失 這個菩提 也會跟著死去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要注意 所以說在六百五十頁裡面 佛說 我先前所說的三元斷固 即是菩提心 這個重點就是說 菩提 他非是屬於自然性 菩提 菩提 他沒有一個自然之體 注意 本不生 本不滅 你不能夠用自然 這兩個字來詮釋 就是本不生 本不滅 眾生本聚 他就是辱辱不動 這個畢竟空間辱辱不動之體 跟外道所說的自然 這是差很多 為什麼 因為外道所說的自然 是有一個自然之體 那我們 真心真性 世尊所說的真心真性 是怎麼樣 本不生 本不滅 等不到 本不動 他就是怎麼樣 就是零零絕絕的 但是他可以 隨著眾生的業緣 而其妙用 不是說有一個自然體存在 錯啦 這一點要搞清楚 所以說呢 我們世尊 在重生自己所說的 邪即是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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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極顯 還是真極生 對啦 忘離 真極顯 為什麼 因為 忘存在之時 雖然他是虛忘存在的之時 我們的真 只是被隱蔽啦 被遮蓋啦 它沒有失去 所以說忘離之時 那真怎麼樣 真極顯 當下就是 當下就是 那這個地方我要提示一下 我們常常會聽到人家講 當下當下 其實當下這兩個字 也是一個拳腳方便 也是一個拳腳方便 沒有所謂的當下 這個是為了要詮釋毅力 我們講當下 其實這個當下 怎麼怎麼樣來 來這個詮釋 比較貼切呢 這個當下 其實就是 無所住 而生其心 那個就是當下 不然你以為是什麼 無所住 而生其心 那個就是當下 那你在想 那個當下離開沒 就已經有展啦 所以注意 無所住 我生其心 就是相當於怎麼樣 又有人問到說什麼 可是這無所住 我生其心 好 前念的妄想不生 後念的智慧不滅 這個就是所謂的無所住啊 不然你認為怎麼樣 對不對 有所住 住於什麼 住於什麼 住於必盡空心 那你認為他有住還是沒住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常常講 當下 當下 那個當下 也就是我們 靈靈 決決的決心 隨著 夜緣顯示 但是 一切無所住的 那個剎那 也就是當下 你不要 你不要把那個當下 當作是一個很短暫的時間 不 這個也是錯 這個也是屬於旺 人家問當下 你就告訴他 無所住 而生其心 所以那個就是當下 靈靈 決決的決心 所顯示出的 那個剎那 也是怎麼樣 我們也是這個方便 拳腳方便來講 所以我們就是當下 其實當下 你假如直走一個當下 那個也是弱入於欲式概念 也是弱入於欲式概念 也是弱入於欲式概念 所以說你 無妄 妄是一於真 但是妄卻是非真性所生 那即是真心真性 也就是所謂的真 從來就是無妄 對不對 真心若真能夠生出妄 那麼就不能夠名為真 據是真 那就是無妄 但是你也不能夠說 真就是無妄 再弱入於這個意思概念 那你有沒有 有沒有弱入於妄 有啊 據是真 畢竟空間的離體 你為什麼還在講一個無妄 對不對 那個是在詮釋換變 我們在講 在破妄選真 這只是要剖開妄 剖出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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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當下 就是為了要選真 知道嗎 好 那有人說老師 那真 不是畢竟空性嗎 怎麼選 那很簡單 你問得很好 對不對 零零絕絕 繼續空併法界 你說哪一個不是必經空性 勿即得 不勿不得 勿即得 不勿不得 所以說 佛法 是妙 就是妙在這個地方 你弱入於言語 弱入於思維 那都是怎麼樣 就已經失去 失去他的究竟意 已經失去他的究竟意 好來 那現在呢 好 我們 再來看 因為世尊 世尊在詮釋 這個 真心妄心跟無明當中 尤其是遠路達到這個個案 世尊有分成有六大類型 我們剛才所講的是屬於一大類型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為了要扶去阿難的這個 因緣自然的一個 一個細論的這個執著 所以我們現在再來探討 我不是說總共有六大型嗎 我們剛才講了一個一大型 好 是我們講過假 好我們現在來講乙 好 世尊為了要極盡的扶去 這個與會大眾之諸忘情 當然不只是阿難 不只是佛羅那米 多羅尼子 對不對 好 也是一樣一概全部都開始 好 在我們這個650頁當中 你們應該可以找到 真心真心之菩提 通常我們講真心真心就是菩提 然後菩提之體呀 是本之空極的 對不對 如來藏體 對不對 一真理體 好 本之是空極的 菩提 本之空極 就相當於我們的心體當中是一法不立一成不燃 既是無有一法可生 那其有一法可滅呢 所以它是這個本不生本不滅 它是代表極盡喔 是代表極盡喔 對不對 好 就是我們世尊所正的大極滅海嘛 所以說是正在650頁裡面 我們還是再重複剛才所講的 我說三元斷固即是菩提心 千萬不能夠有落入這一種的思維啊 不可以當做有一個生滅心滅了之後 菩提心才升起 為什麼 因為生滅心它本之無實體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的菩提真心呢 是本之具足 所以你不能就講說 有一個生滅心滅 然後再有一個菩提心身 那這樣是不是又有一個生跟滅 就是一個相對 好 這個就是一個凡情生滅之見 在650頁裡面 世尊有提示過 他說呢 我所說的三元斷固即是菩提心 千萬不可做有一個生滅心滅 那菩提心身 為什麼 因為假的有一個生滅心滅 一個菩提心身 那這個都是屬於凡情的生滅之見 好 三元斷固即是菩提心 那也不能夠做什麼 不能夠做說有一個菩提心升起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夠做有一個菩提心身起 因為我們的菩提真心是眾生本具 它是本不動 對不對 本不思 哪裡會有一個什麼生 哪裡會有一個菩提心升起 好 眾生由於本具之覺體 造了本覺之智 這個是屬於了應佛性 有人不懂什麼叫做了應佛性 了應佛性就是眾生本具的覺體 靈靈覺覺的這個心體 它可以造了本覺之智 本覺之智 所以說本覺之智造乳乳不動之離體 所以說是始覺之智造本覺的離體 有沒有 這個就是所謂的 怎麼樣 了應佛性 我們的佛性 你不能夠用 用聲音來講 聲 升級的聲 因緣的因 是了應佛性 它本具 它的造體 我們這個靈靈覺覺的覺體 它可以隨著眾生的夜緣起妙用 當然這個造體 我們這個體 它可以怎麼樣 現出妙用 所以一體起用 在色用歸體 所以它不是聲音之所生 是了應佛性之所了 好 那剛才已經講過了 三言斷固 你不能夠做有一個生命心滅來講 為什麼 因為三種人緣的分別心 它是屬於一個自莫無名 它是屬於自莫無名 而且無名無實體 它本空 實在是無有生滅 它是喚起喚滅 喚起喚滅 因為它沒有實體 沒有實在的體系 好 我們現在六百五十一頁 六百五十一頁裡面 你們要注意的就是要注意到 有一個滅 身聚靜 有沒有看到這四個字 這個要搞清楚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詮釋這個 好 你不能說滅身聚靜 而自無功用道 不可以做有一個自然想 為什麼呢 你若是認為這個無功用道 是把它當做一個自然來想的話 自然性來想 那麼怎麼樣 那麼以這個無功用道來講 你把它當做自然 那無功用道 是不是滅身聚靜之後 才產生一個無功用道 那是不是滅身聚靜跟無功用道 是不是又是成一個對立 一個身一個滅 這樣我沒搞清楚 它這個滅身聚滅 滅就是指有個身滅心滅 有一個菩提心身 這個光是滅身 這兩個字 你要會善用 身滅心滅 菩提心身 不能夠有這個 這個概念 認為什麼樣 我認為有個身滅心滅 也不能夠當做有一個菩提心身 這個就是所謂的滅身聚靜 那一旦 不執著有個身滅心滅 不執著有個菩提心身 這個就是滅身聚靜的時候 那而至於這個無功用道 那你又是在落入一個 無功用道 它是怎麼樣 有一個自然 是有一個自然來想 那這樣子的話 又是變成怎麼樣 無功用道跟滅身聚靜 又是不是又成為一個對立 所以說這個成為一個對待 對待就是有能有所的意思 如是 那麼則分別執著 會怎麼樣 有個身滅心滅 相對的就是有一個自然心身 為什麼 因為無功用道 對不對 無功用道就是自然而然 不加任何的造作 不是屬於有為的造作 所以說你就會認為說 有個身滅心滅 相對就是有一個自然心身體 你所認為的這個自然心身體 就是相當於無功用道 好 好 所以說此自然心變成也是屬於生滅 也是屬於生滅 不是真正的無功用道 所以說怎麼樣啊 淺之又淺 這個淺之又淺 好 你們看到六百五十頁的那個第六行 好 假如你 你將這個無身滅 名為自然的話呢 就是什麼 就像世間諸物雜合成一體 名為合合性 非合合的呢 就是稱為本然性 好 在這個地方 你們現在先放下筆 這個地方 看我這個地方 這個地 這個不容易了解 但是呢 這個合合性跟本然性 在我們的這個 這個嫩眼睛裡面 他是用這個 是藥丸啊 藥餅 說這樣子 注意聽 比方說 好 這個是舉例啦 好 旁邊有十幾個 好 有一個是聯盟的藥丸啊 對不對 有一個是蜂蜜的藥丸啊 還有一個是什麼 蒟蒻的藥丸啊 我們這樣是比方說 好 有十種的藥丸 好 好 那現在呢 我取當中的五個藥丸 五種藥丸 來把它合成一個 變成一個藥丙 好 好 那一般 一般 潜見眾生 他會認為怎麼樣 嗯 這個大藥丙呢 就是有五種不同的藥丸 對不對 所組合合成的 他會認為這個是什麼 這個藥丙是什麼 是合合性 那麼 在旁邊的 啊 這個蜂蜜藥丸啊 蒟蒻藥丸啊 對不對 啊 啊 這個 黃麒藥丸啊 他認為怎麼樣 這個都是怎麼樣 這個沒有經過合合啊 喔 那 眾生就把它當作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自然性 可是 我問你們 比方說 他是一個聯盟所制的這個藥丸 是不是 也是合合性 是不是也是合合性 有沒有想到這一點 有人在這個地方 我就搞不懂 為什麼這個藥丙跟藥丸 當然喔 這個藥丙是藥丸合成的啦 所以藥丙是合合性 藥丸他沒有合成啊 他就是自己的本性啊 那我問你啊 我問你啊 檸檬藥丸 他是天生的嗎 自然的嗎 對不對 他也是怎麼樣 檸檬加什麼 加一些藥材 最起碼還有水啊 對不對 所以說要搞清楚 世間人 他所認為的 就是說 沒有合合的 那個就是自然性 對不對 比方說像你 這個水杯 你今天拿來的是這個 檸檬的水杯 好 那有的人呢 認為檸檬太酸 他有一點蜂蜜 對不對 然後加點一點脊肉 再加上其他的 他認為 嗯 今年最流行的飲料是這樣 有人說 你看我都是喝原味 因為他喝的是檸檬啊 對不對 因為我喝的都是檸檬 都是檸檬 我沒有混合 可是他不曉得 你本身拿來的那個檸檬汁 是原味嗎 是原味嗎 對啦 所以這個就是眾生 怎麼樣 他還是有一個執著 他是認為 藥餅是五種不同的藥丸所組合的 他認為五種不同的藥丸組合的 那個是合合性 他認為那個原本存在旁邊的那一些藥丸 對不對 沒有經過組合的 他認為那個就是自然性 可是他沒有想到那個自然 會是天然的 對不對 你聯盟水 有沒有聽再練三次 聯盟水 聯盟水 最起碼有聯盟加水啊 對不對 好 這樣子 有沒有恍然大悟 或者是仍然在一團悟當中 對不對 有時候 我們是這個毅力 你要慢慢一層一層的解開 要一層一層的解開 好 現在呢 我們再來看 好 我們現在已經跟大家 跟大家提示過 在這個651月的第六行裡面 這個藥王藥丙 大家應該不會陌生才對 好 所以呢 因為無有生命之真 無有生命之真 乃是對妄所立之真 所以通常呢 我們說這個妄 那你講這個妄 那他相對就是真嗎 但是這個真 並不是絕代的那一個真 因為絕代的真 你落入思維 原意於 那就是已經落入是意識概念的真 這樣 了知了齁 好 所以說呢 因為無有生命之真 乃是對於妄所立之真 非是真正的菩提心 因為真正菩提心 他是怎麼樣 他是絕代之真 他是絕代之真 好 那在650月的最後一行 有沒有看到 每一次到這個第一重前 第二重前 很多人就是迷迷糊糊 你不要跟著文字轉 你不要跟著文字轉 好 佛呢 我們是尊 為了要寂靜的扶去 與會大眾的這個虛妄之情 也就是所謂的細論 不是只做自然 就是只做因緣 所以你不得不用這樣子來選 好注意 這邊有講到本然 跟和和有沒有 那個本然 你就把它 法和就把它當作是自然 那和和就當作是因緣 好 那現在呢 我稍微再提示一下 好 本然 已經變成什麼 自然 和和呢 因緣 好 好 那我現在就這樣喔 自然 因緣 好 然後就加上一個非字 那加上一個非之後呢 就變成怎麼樣啊 啊 本然 非 什麼 本然 對 啊和和呢 非和和 所以說加上一個非 就是為了要來淺 前面的 這個本然 跟和和 對不對 好 那講第二重前 其實這個在我們的這個 可能班長 因為有新的學員 所以我看 因為那個 這個 表姐 好像已經有印出來了嘛 最好能夠再去請這個十幾本 過來 讓大家 有一個依據 這個以後下堂課 因為這個表姐 表姐 表姐是非常 這 表姐聽好了 不是表哥 表姐 有的人 是說老叔 會叫班長一直去請表姐 對不對 到我們這個三樓去 對 因為這個表姐裡面 有時候相當也是這個 意理的這個溶縮 要溶縮 有時候這個表姐 有時候 你們也可以跟科判 假如你用我們的 內語經的講義 還有我們的科判的表 再加上我們那個表姐 你這樣 這三管齊下 那真的是很得意的 很得意的 要好好的仔細的去探究 好那接下來我們在第二重前 第二重前我們剛剛不是已經講到 本然非本然嗎 合合非合合 這不是第一重前 那第二重前就是說 本然非本然 合合非合合 距離 距離 接離 就是離與本然非本然 離與合合非合合 知道沒 好 那接下來第三重前是 雙遮雙照 要同時 就是所謂的 與合合非合合 合合 離本然非本然 好 這個就是所謂的雙遮 因為離就是雙遮 怎麼會雙遮呢 哪裡有雙 合合非合合 本然非本然 這不是雙的嗎 因為是加上一個離 所以離合合非合合 離本然非本然 這個就是雙遮 那什麼叫做雙照呢 照就是吉 好 吉合合非合合 吉本然非本然 然後呢 雙遮雙照 俱淺 那這個就是淺之又淺 這個方明為無細論法 方明為細論法 好 所以在這個 在這個末行 621的末行裡面 應該有這一段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說你在紀言裡面 言旺 是為了選諸真 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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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同二旺 你潛了旺之後 你說真 落入一個意識概念 那一個真 並不是絕代的真 本無真可立 為什麼 因為他真 他本來就是絕代 不容落入於思維 亦是言語 那這個只是為全巧方便 我們不得不 用這個文字般若 文字般若 好 本無正可立 你預立一個真 你想立一個真 那個真 已經非真的真如性了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落入於什麼 落入於這個意識概念 已經落入於這個意識概念 好 我們現在已經講 已經以 我們以的類型已經講出來了 好 看來是假 有沒有 言諸達多哲這一個 已經講了假 那這個以 就是所謂的滅生俱滅 一直到達 無功用道 都不能夠用本然 跟和和 不能夠用這樣去詮釋他 這個是以 以的類型 現在我們來講 丙的類型 好 第三種類型 好 652月裡面 好 有沒有看到 直次他 單軸於世論 這個師尊 他呢 他對這個 阿難講是對阿難跟與惠大眾 說 講是怎麼樣呢 好 因為阿難前面的紀言 不是有講過嗎 消我一劫電道祥 對不對 好 那電道祥 既然消除了 但是 什麼還在 什麼還在 對啦 細貨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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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尊他要直次 阿難 單軸於世論 你看師尊 如何 用這個 非常 非常 美妙 莊嚴的言詞 來讓阿難 來 讓阿難 來 知道不能單軸於世論 好 菩提涅槃 尚在遙遠 有沒有看到這幾個字 非辱 這個辱 指的就是阿難 非你阿難呢 歷節 心情 所能夠修正 為什麼 因為呢 阿難他雖然頂到想 消除了 但是 細貨是權在 細貨權在 那世尊對阿難 開始說 如阿難 那個你阿難呢 雖然呢 能夠意思 十方如來的十二部經 十二部經 大家應該不陌生啊 對不對 長行從頌 還有什麼 姑祈受祭 無何自說 因緣 還有什麼 畢律 還有本身 本事 還有 方廣 還有什麼 未曾有 還有一個論意 還有一個論意 但是呢 因為有其他經典 所述的不一樣 但是呢 我們尊重 我們都尊重 這個 在我們十二部經 當中呢 就是受祭 無問而自說 還有這個方廣 他就說 大聖 他就屬於大聖 因為各部的經典 所詮釋都不一樣 好 世尊說呢 旅阿難雖然能夠 益持十方如來的十二部經 但是呢 阿難所 所 了知的 所 意思的 清靜 妙禮 就是 原度法門 像 如橫 合薩 那就是 就是讚嘆阿難怎麼樣 他是多聞第一 但是 只是 注意於 細論 為什麼 因為阿難不肯 從聞師修來真正的下功夫 就是說 非有正修 注意喔 這個地方要注意 不是說 世尊否定阿難的多聞 不是這個意思 只是說 雖然 你能夠益持十方如來的十二部經 清靜 妙禮 如橫合薩 也只是益 細論 為什麼 因為沒有正修 就是因為沒有正修 不肯從聞師修真正的下 真正的道理 所以 阿難的細貨是全在 阿難的細貨是全在 好 那有人呢 好 他講囉 好 我們再看看653頁 前面 可能 你們會看到 有一段 你們這樣聽就可以 因為 這個 我們經典當中 有說 假如 與全面所說的 沒有矛盾 他意思就是說 你若是能夠捨細論 那師尊開始就是說 你阿難度能夠捨細論 那何勞 肯慶來修正呢 那有人就會誤解 那師尊前面所說的 對不對 那狂心若歇 歇即是菩提 何戒 徐勞 肯慶修正 那意思就是說 博無修正喔 這一點 我們留在後面來講 我們馬上會講大 馬上會講大 要注意喔 世尊所講的 對不對 何勞 肯慶修正 這個是對上上根器的人 這個圓頓根器的人 來講的啦 對不對 不要呢 初學佛法者看到這一段 都不用修 對不對 因為我的佛性本具 就認為說 我本來就是佛 這個是太可憐啦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啦 眾生佛性本具 本有成佛的本質 不要老是說我就是佛 不能夠這樣 那你要是怎麼 你這個 這個 話要婉轉 就是說 您眾生的佛性 跟佛的佛性 是無惡性 可以這麼講 你不能夠講說 我既然是佛 因為我有 世尊的佛性 不是只有你有世尊的佛性 眾生皆有啊 本具 對不對 有本具 怎麼樣 不生不妹的佛性存在啊 清淨的自性存在啊 但是你要知道 你有沒有落入無明 有沒有無明的習氣在 對不對 你八十天中裡面 你習氣種子 靜了沒有 不要講 說 那既然 眾生的佛性 以佛無惡性 你就是佛 不合作白日夢 好 我們再來看 653頁 好 653頁呢 就是世尊要以實際的勢力 來印證 細論是無功的 為什麼 這個這個地方的重點 最重要就是說 即使你阿難 是世尊弟子裡面 都問第一 能夠義詞 十方如來 的清淨廟裡 如恨和尚 但是畢竟你阿難 免不掉摩登全你 淫苦之難 對不對 好 所以 好 這段世尊 開始得非常清楚 他說 如雖談說 因緣自然 決定明瞭啦 人間稱你阿難是多聞第一 好 以此 積結 這 熏修 我們人阿 我們要 要洗腹 說那個 讓電池 全部都往生了以後 我們再來換 現在麥克風 對 好 以此積結 熏修 好 好 這個 積結 熏修 意思就是在講 阿難阿 好 尚不能夠免於 摩登 且之難 好 好 就是 你 只是 能夠 義詞 十方如來的 清淨廟裡 好 這樣子的話 對不對 你認為 這個就是究竟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阿難呢 怎麼 還會再落入 摩登 全女的 盈苦之難 對不對 何須要等待我 否定的 神奏 這樣 聽不懂 這句話 這樣黏著 到底 你們認為 心境如何啊 所以說 以此 積結 熏修 尚不能夠 免摩登 且女之 淫苦之難 對不對 好 若是 積結熏修 你自認為 若是 只是義詞 十方如來 對不對 清淨廟裡 如河沙 的話 又何須到待我 大佛頂神奏啊 誰持著 佛頂神奏 解救阿難的誰 哪一位聖者 對 對 文師師利菩薩 欺佛之師 好 各位 我們現在有 來分 好 且你 因為 聽聞 伏頂神奏 引火遁邪 為什麼 這就是正奏 可以破邪師 正奏 可以破邪師 這六個字 我相信 對有些人 是一個很大的啟示 正奏可破邪師 若是你一戰 在對 痴迷不悟 我告訴你 那麼你持奏念佛 是枉然啊 因為你以不盡之心 以邪之邪念之意 那你認為 奏 跟 什麼 這種佛號 怎麼能夠 啊 順著你的誠心誠意 來 去怎麼樣 去妙用呢 啊 我們不管持奏 或是不管 啊 誦經 或者是不管你 持 任何的一個聖號 你要注意 你以何詩何念 以何詩何念 對不對 你心不正 意不正 持奏枉然 那個只是做一個行事 那更是產生不禁 更是產生不禁 我這樣子提示 我相信 應該 這個話應該大家都會 能夠入獄才對 你不要只是講說 我只去吃酒 我只去吃零碗酒 吃三遍 我特別吃四十九遍 佛號吃一萬 你意思是在教主佛 善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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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念而無念 怎麼叫做念而無念 對不對 色念 沒有持奏之人 沒有所持之咒語 更沒有你所持的那個境界 三輪其空 要注意 持奏念佛 不要光是做樣子 也不要光是喊口號 修行虛 腳踏實地的功夫 真相實彈 要注意到這一點 好我們再來講 且你呢 贏我頓穴 為什麼 因為正奏可以破邪施 好 得阿那喊 阿那喊是幾國 三個 好 好 於我法中 成精靜靈 為什麼說 這個 於我法中 於我佛法當中 成精靜靈 這個精靜靈 三個字為什麼 因為他頓正三國 因為他頓正三國 所以說 成精靜靈 好 所以你因為呢 摩登前女 他 吻咒 雲火 頓些 那 愛何干 所以你領 怎麼樣 才能夠領 阿那喊 解脫 淫難 所以說實在 對不對 阿那也要感恩摩登前女 摩登前女 更要感恩阿那 對不對 但是這個沒有素式的根據 這個都是大權事件 這個都是大權事件 所以 我們在探究內言經之事 我們都是要以感恩的心態 都是要以感恩的心態 好了 接下來我們現在已經講到 第四種類型了 好了 我們再講第五種類型 好 第五種類型是 世尊要勸 好 不如要勤修五肉 勤修五肉 秘密妙妍 秘密妙妍指的就是指 不可思議的妙禮啦 終於的一佛聖 好 不如一日修什麼 對 修五肉眼 好 遠離世間 什麼 離得了嗎 啊 真愛惡苦 好 好 所以說呢 為什麼 因為狂心頓血 不隨著世間 不隨著世間 世界 業果 眾生 其分別之心 要被 絕 和 什麼 是被 成 和絕 還是被絕 和成 假如 你要捨 世間的 真愛惡苦 你要被什麼 對 要被成和絕 你若是認為世間 真愛惡苦 啊 當然 真愛惡苦 怎麼樣 真愛是苦因啊 那生死是苦果嗎 你若是認為苦因苦果 對你來講 這個是一個考驗 沒有關係 就隨他去 那就相當於你是被什麼 被絕 對 對 對 被絕和成 不要搞錯了 好 所以說呢 要注意 世間勸阿難 說你不如一日修五六月 最重點就是說 要阿難遠離世間之真愛惡苦 對 要遠離世間之真愛惡苦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好 好 第六行 我們 甲乙丙丁悟吉 現在我們 好 世尊再舉例 怎麼個舉例啊 世尊呢 舉劣跡 要來跡折阿難 要跡折阿難 好 六百五十六月有沒有看到 好 摩登前女 她術士是淫女 三藏具足 注意喔 這個三藏 不是那個空主來站 不空主來站 空不空主來站 你們跟她聽著 這個三藏具足說 喔 淫女 能夠三藏具足 這就受力了 對不對 他這個三藏具足 就是說 那 指的是怎麼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詮釋方式呢 就是說 來 摩登前女 迎訓是不是很重 術士的迎禮 那是不是環腦障 好 然後呢 術士的迎席 這個就是業障 對不對 那摩登前女 現世 又是女生 女人 女眾生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暴障嘛 對不對 但是呢 由於 任言神咒之力 消其 摩登前女的 什麼 對 好 那是不是消了 什麼障 是不是消了環腦障 好 然後呢 在我佛法當中 今名為姓比丘尼 那是不是 業障斷啊 對不對 好 那列為聖寶數 聖寶數 就是比丘尼 尼 比丘尼 就是入於聖寶 好 這個就是什麼 暴障 有沒有轉 剛才講三障 現在都轉了 煩惱障 轉了 業障也斷了 暴障也轉了 好 就是耶穌陀羅 耶穌陀羅 與其姨母 因為世貞 世貞是由姨母帶大的 所以說呢 與佛的姨母同物 數因 無非是怎麼 貪愛為苦 就是這兩個字 貪愛為苦 好 以令虛修 無肉善故 好 獲得出禪喔 獲猛佛受祭喔 有人說 喔 這個出禪 跟受祭 這個有兩個 兩個 這個方向來解釋 這個出禪指的是 姓尼 就是指的這個 不等且尼 因為他又稱為姓比丘尼嘛 這指姓尼愛和甘孤 好 為什麼 他能夠斷 他能夠證 三國 就是所謂的阿那喊 好 那阿那喊 你要證三國 那麼 他必須要做到什麼 是不是 遇界 色界 無色界的 見後要全斷 好 然後呢 好 遇界的全九品的施貨 是不是也要斷 那是不是剩下七十二品的施貨 未斷 好 但是他最起碼已經怎麼樣 出禮意 遇界聖死的殘腐 所以說這個是出禪 好 好 那至於這個受祭呢 因為 耶穌陀羅啦 他以正的四國 以正四國 所作以伴 分斷生死以禮 知道沒有 正四國啦 好 不再受生了 不受後有嘛 所以說分斷生死以禮 注意 但是什麼會究竟 什麼 什麼會究竟 分斷生死以禮 還有一個什麼 對 並一生死為究竟 好 只是因為分斷生死以禮 他是不再受生而已 好 此惡人呢 若真能夠回小向大 那必能夠或如來 怎麼 無語的涅槃 好 近驅究竟就菩提 那猛佛來受祭 那怎麼樣啊 真是胃苦涼喔 對不對 好 好 現在呢 世尊要講到重點啦 世尊要解阿難至妻 世尊怎麼個開始 他說 假如身為女生 女眾生 這個已經是 注意 在這個地方 千萬不要誤解 世尊絕對不是親視女眾 他的意思是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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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登且 來跟阿難 這樣子做一個比較 為了要積責阿難 生活女生 已經是屬於烈趣 然後呢 再 是淫女 那更是下跡 知道沒 所以 所以 阿難 注意聽這幾個字 真的是 好 阿難 你是堂堂的丈夫之行 是不是大丈夫之行 赫赫的王家之種啊 光是這幾個字 好 徒手多聞 甘居下味 而且呢 尚流戀於見聞 分別 單著於細論 這個細論指的就是 因緣跟自然阿 如何自欺尚流官聽呢 這個 這個官聽 就是怎麼樣 就是 還留戀在見聞覺知阿 對不對 而且還分別 單著於自然阿 因緣等等的細論阿 對不對 這個細論 有一個 有什麼 因緣阿 自然阿 合合阿 非合合阿 對不對 這個都是屬於細論 所以 阿難呢 還是 對不對 好像留戀在於這個見聞覺知 好 大眾 領悟 要稱嘆 謝意 注意 大眾 聞佛 釋毀 聞佛 所謂的開示 疑惑消除 我們在這個東西要分成四個段落來講 第一個 疑惑消除 第二 心悟實相 第三 身意清安 得未曾有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這幾個項 我不能夠忽略過去 雖然 你們看 我們的這個講義 看得懂 但是你這個地方 我必須要稍微提示一下 為什麼 大眾要稱嘆謝意 因為接下來 我們馬上 會講到 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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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門 講到這個修門 所以說 我們會講到這個三摩提 所以說 我們必須到這個地方 要先提示一下 為什麼 大眾 聞 世尊開示之後 會疑惑消除 為什麼 什麼叫做 心悟實相 什麼叫做 身意清安 什麼叫做 得未曾有 好 你們翻到六百五十九頁 好 我們再來 這個是算做一個 小小的複習了 弗羅那 他的 的 生意 序惑 有哪幾點 歸納出來 有 怎麼樣 對 好 第一個 弗羅那 米多倫尼的第一個 他以什麼 啊 清淨本然 好 既然我們的這個如來葬 心體是清淨本然 那 雲和會呼聲 三個大地 又是如何相序啊 也就是說 萬法之身序 那世尊是怎麼樣 啊 他是怎麼樣 萬法之身 與相序 都是起於什麼 對 一定無名 所以有世間諸相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弗羅那又以五大性不相尋 不能相尋 啊 那怎麼會說五大可以互騙無愛呢 好 那世尊的開始是說 全相全性 全相全性 就是說五大的相是旺 但是他的性是真 全相全性 你要注意 好 五大之相旺 但是性卻是真 好 唯一不變之妙題 所以能夠隨緣自在 就是說 你們所見的五大之相 對不對 你若是認為 虛幻的五大之相是真 那麼怎麼樣 每一大都是 都是怎麼樣 不相容 你若是 得知 五大 相旺 但是體性卻是真 怎麼樣 以如來仗 畢經空性為離體 那你說 有哪一大不相容 對不對 好 諸佛如來 第三個問題 就是說諸佛如來 何時會 富起其望呢 好 那我們世尊開示就是說 望 本之不生 例如 一眼就是說 眼睛有紅眼病的人 見虛空有花 虛空之花 本來就不生 對不對 那真 就是我們的真心真性 是始終無變的 是常駐的 世尊也舉個例子 例如 礦 既然 金礦 既然已經 消成純金 那麼這個純金 就不復再重為礦呢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好 最後 這個 弗洛納 在提示了 他的問 詮釋中開始 他說 一切眾生 何因有望呢 自必妙明呢 那 佛 開示 就是說 既然稱為 旺 那 云何有因呢 就旺 真有其因 那 怎麼能名為旺呢 一樣的道理 真 是本真 真 從來不生旺 做事真有旺 那麼就不名為真 一樣的道理 是說 既稱為旺 旺 對不對 你既然知道 是旺 旺想 無名旺想 那 何會有因呢 如果是有因的話呢 他就不名為旺了嘛 對不對 所以 那在以阿難來講 阿難曾經怎麼樣 阿難曾經 阿 阿 信佛開示 因為阿難呢 他認為啊 佛 來鈍氣因緣 好 跟外道的自然 有沒有差別啊 這個在前兩堂課 我們都已經提示過 我們在這個地方 不再重複 那 世之內是以 知真 本有 達望 是本空 因緣自然 是 句為細論 世之內 再以細論無功 若是不捨細論 那 历劫徒勞 總無實證 若能捨細論 就是怎麼樣 例如 狂心鈍蝦 狂心鈍蝦 當下就是菩提 當下就是菩提 因為真 本不思嘛 妄 妄 本 自無體 所以說 狂心鈍蝦 蝦 即是菩提 這個 就是指 疑惑消除 當中 對不對 佛羅娜 跟阿難 疑惑消除 那當然也是對 疑惑大眾開示的啊 好 在心物十項當中 注意 這個十項 就是以不空如來葬 空不空如來葬 菩提聖 敬 明心事也 好 在第一次 這個 第一次世尊開示 這個 十項當中 就是在第二卷 有沒有 你們不用去找 你們知道就好 在第二卷 十番顯 卷之末 有沒有 世尊也提過 這個我們上個 都神經提過 佛 則 佛就是有點 積責的意思 他說 如等 狹烈無視 對不對 不能通達 清淨 十項 那 接下來 十文顯經後面 有一個 佛旺出真 有沒有 佛旺出真當中 所顯出之真 還有四顆 所悔之性 這個都是屬於十項 四顆 記不記得 五印 還有什麼 對對對 不要講四顆 忘記了 這個不能忘 好 好 然後呢 第二次 世尊要元章七大周片 也又提了一次十項 有沒有 那大眾所悟 片長之心 皆是十項 有沒有 這是第二次 世尊在元章七大周片之前 還有那第三次 世尊提到這個十項 就是現在 就是 世尊現在 正在 開始的 這一段文裡面 就是說 可以推論而知 佛您先後說 後 惡如來賬 你們現在把那個 請出來 把你們的這一個科判請出來 那 世尊剛剛開始 是先說 空如來賬 還是不空如來賬 對啦 那後來又說 惡如來賬 所謂的惡如來賬 是什麼如來賬 還有呢 對啦 很好 馬上問 馬上問 馬上能夠 回答 好 佛前後 說著 三主來賬 他說是 正達於婦羅納 當然 也監視阿難 這個都是在 發揮事項 都是在發揮事項 那麼呢 這個生意清安 我們把生意清安 得位成有 我們把這個連貫起來 在這個 為什麼稱為生意清安 因為 第三卷末 這個阿難利吉大眾 悟到 什麼 悟到空障 盛心 當然 有沒有 得無掛礙 妄生妄心 都是 當然無存 故事無礙 正心 真身 當然 寬闊 本無障礙 所以 這個就是 身心清安 所以 這個清安 不是一般 我們所說的 就是 沒有煩惱 沒有感冒 沒有雜事 這個就是 清安 不 這個清安 是要離出眾的煩惱 才能夠成為清安 真正的能夠 能夠了悟到清安的 那都是 已經 已經有相當的境界 所以說 不要動不動 就人 就對著人家 講說 我最近 我最近 清安 自在 打望於 真正清安 或者清安的聖者 他會隨便跟你講說 他已經清安了嗎 你把清安差不多 不是清安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好 因為 一輝大眾 悟厚 惡如來臟 所以 他說 聖心清安 注意喔 這是悟喔 悟喔 不是了知喔 都是叫悟 好 好 那了達呢 了達 吾明 妄法本空 虛妄的法本空 吾有身心出眾之妄見 所以 清 那自知 菩提 真心是本有 不借其勞 肯慶之功 來修正 所以 安 知道 故安 所以說清跟安 已經詮釋過了 此間是 昔日所未成德 而今已德 所以說 德未成有 這樣知道 好 我們正在注意 我們來看看 這個 讚善謝意 這個也可以講說 這個 阿難 確確實實 內心裡面 誠心誠意的感嘆 真的是佛恩難道 佛恩難道 那阿難 到目前為止 所謂的目前為止 所謂的目前為止 不是說現在 意思就是說 從這個 世尊 所有的開示 令大眾 來悔悟之後 對不對 疑惑消除 心悟實相 身心清安 得未成有之後 那阿難 怎麼樣 讚 善 謝意 所以阿難就 卑類 注意 我們常常會看到那個插手 插手就是 合掌的意思 合掌是合掌的意思 第一次阿難卑類 是在什麼時候 被邪術所盡 被邪術所盡 他恨他無死來 都是怎麼樣 一向是多文 未全倒立 所謂的未全倒立 就是說 沒有在 文師修 真正的下功夫 這是阿難 第一次悲類 第二次悲類 就是說 三迷被迫 三迷 哪三迷 講得出來嗎 不用看 講得出來嗎 忘什麼 對 還有呢 講錯了 又不犯法 那麼 那麼 不用怕 講出來 對啦 很好 三迷被迫 為什麼 因為阿難 他自恃 自恃 他是 這個 世尊最小的堂弟啊 對不對 所以 他自恃以佛之為神 不情於定律 所以 聖出家 心不入道 這個是阿難第二次悲類 那阿難第三次悲類 這在什麼時候啊 在顯見無妨當中 對不對 那阿難 拜佛言通說 我雖誠佛因 那悟明 能夠 悟妙明心 但卻 不敢認 妙明的真心 就是我們本源的心地 這一定非常重要 在這個 顯見無憾當中 你們可以找得到的 好 接下來阿難第四次悲類 就是在十番顯見當中 有沒有喔 在頗望出征這一刻當中 因為 因為 這個我們班長的 我們的班長的專修 班長再練一次 音聽聞什麼 你看 他練起來很有那個味道的 好 所以 他從真米夢 來求佛 師大會目 為什麼 因為 見見非見之時 他也不是究竟之間 當時望見 見到 真理當中的一份 望見之時 那個也還不是究竟之間 要知道 因為必須要什麼 好 要禮 要禮 好 信 好 我們第五次 阿難第五次 悲類 怎麼樣 因為信物舉神 深感佛恩難報 所以 他讓他們悲類 來頂禮 好 我們這個地方 要注意 那 那個阿難 請求 師尊 開示 能夠引諸 成名 出苦海 出苦海 對 凡夫 惡聖人 都要聽聞 是真正的開示 能夠出於珍愛 這惡苦 對不對 我們要了知 那 即使 聖者 他也需要 有相當實節因緣 也相當有實節因緣 有的人常常會這樣子問自己 我現在到底到什麼境界了 我現在要請人來印證一下 光是你自己認為說你到什麼境界 那你認為你的境界是錢還是身 自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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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因為我們今天呢 就 你們把這個大佛頂首 靈眼睛的這個科判要請出來 注意 好 這個 我們今天要講的 因為剛才我們已經講過 這個大眾領悟 有沒有 讚善謝意 這個是屬於第幾週 第二週 第二週是什麼週 第二週是什麼週 好 那第一週呢 對 破放顯正週 從 這個 就是到這個大眾領悟稱讚謝意 這個就是說到我們人眼間裡面的662月 這個就是屬於有沒有 好 第二週就是所謂的 無聲無愛週 這個要注意 我們現在講到哪裡 你應該大概要注意一下 好 你們現在來看 我們看到 這個 在這個 對 這樣看得到嗎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慢慢來 好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個選根植入 有沒有 上面一行的這一個橫切面的字 有沒有 說三摩修法 另從耳根一門深入 有沒有看到 好 然後呢 另從耳根一門深入當中呢 它包含有什麼 對 還有什麼 對啦 很好 好 這個就是丙一跟丙二 你要會看 要會看 所以為什麼我請大家要用原色的字 這個是方便於連串 好 那麼呢 在選根植入當中 有沒有看到丁一 有沒有看到 好 有沒有看到丁二 有沒有看到丁三 好丁一講的是什麼 對 要求門得入 好 那接下來呢 好 那如來 是不是要叫令 要一門深入 如來有沒有明示 沒有 對啦 好 那丁三 大眾要成事 要開悟 正入 所以你 這個阿難要說 阿難請世尊在開示 要如何入華屋之門 對不對 好 那你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個悟一 在如來叫令一門深入當中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分門一定惡意 有沒有看到 好 那在驗證以示惡意 有沒有看到 好 然後在晚經以示輪次 有沒有 這三點 你要特別記住 好 我們來看 阿難 說譽要求門得入 你們看到的663頁 分到那個講義663頁 為什麼 阿難呢 請求世尊在開示 為了要求入法屋之門 有沒有看到663 好 所以 因為我們現在是以我們的這個科判為準 所以我們在解 在悟科判之時沒有辦法像通常 好 我們在上課一樣一個字一個字 但是我所貫穿過的毅力 那個都是接下來 我們馬上要講的 所以你絕對不能夠散身跟馬虎 好 我重點是提示 這樣重點 其實這個是不對 好 因為幾乎是美 既然是世尊所提示過的 所開示的法義 那一定都是自治法法 都是重點 那現在為了要以我們的科判為準 所以我在貫穿上面 有時候 月數 寒數 都沒有辦法一個字一個字 來詮釋 所以大家 事先 你最好能夠要稍微 要自己要看一下 好 我們看到663頁 有沒有看到 這個玉屋求門 這幾個字有沒有 出體字有沒有 對 好 我們從這個地方 他說世尊 我今雖然成 汝無是指法義 就是剛才我們所講過那幾個重點 知汝無來仗 妙絕民心 騙十方界 韓欲如來 十方國土 清淨寶言 妙絕王差 有人會認為 奇怪 為什麼我們的妙絕民心 韓欲如來 十方國土 講的都是如來的十方國土 好這個重點就是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個知 倒數第三號有沒有 好 那要求 入門 就是要求是什麼 大聲講 求是什麼 對啦 就是要求什麼 就修門 好 知這個知字就是使大開圓解 知汝如來仗 有沒有有沒有看到那個大字體 知汝如來仗 這個知子的是只大開圓解 因為呢 已入三如來仗之原理 所以 了知 了悟了 妙絕民心是騙十方界 既然已經悟到妙絕民心是騙十方界 所以 我們的妙絕民心能夠韓欲四聖 六凡之十界 但是 為什麼 這邊只單獨講 妙絕王 差 因為妙絕王是指這個報生 是指這個報生佛 那也就是說報生佛所居就是世報莊園圖嘛 但是 因為為什麼 這邊為什麼沒有提到這個法神 因為法神指的是指妙絕民心 是指妙絕民心 第五個 妙絕民心 所以呢 有妙絕民心 能夠韓欲說報生 還有什麼 什麼生 化神 所以說有化生可以垂陷 爆化二生 好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665頁 我今猶如啊 呂破之人 呼蒙天王 天王這邊指的就是世尊啊 呼蒙天王 是與華屋雖獲大宅 要因門入 我們入宿稱為呂嗎 水宿稱為破 因為阿難他上是屬於有學 那阿難他謙虛來講 他未反家鄉 這個未反家鄉就是說 尚未民心見性 要猶如呂破之人 對不對 那佛是法宗之王 所以說是稱為天王 那這邊的華屋指的就是指 我們就是指如來葬星啦 因為呢 有個大眾 前蒙如來的開示 葬星都開圓結啦 猶如呼蒙天王 逝於華屋 但是呢 雖然蒙天王 逝於大宅華屋 但是呢 未得其門而入 就是意思怎麼樣 就是說 衰入葬星 我們的三藏一經 雖然是廣大圓滿 但是未得修門 他不能正入的意思 所以說呢 所以說請修 請修 就是請修 請示修門 這個是當務之急 華屋之門 在哪裡 對 那阿難知道了沒 對 因為阿難的未知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怎麼樣 無有得入 因為阿難上未知 華屋之門就是在眾生的六個門頭啊 好我們現在來看 我願如來 不捨大悲 是我在會 諸猛暗則 要捐去小聖 避或如來 無於虐盼 本發心路注意 這這個本發心路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絕對不能夠散神 啊 啊 因為呢 啊 慰入法屋 就是相當於門外看 相當於門外看 所以呢 他為了要令再會 與會大眾 啊 要各個都能夠回小向大 喔 所以必須要堅守 席主所修正的這個小聖法啊 就是所謂的有餘虐盤啊 就是所謂的偏空虐盤啊 對不對 要必須求得如來幾果的無餘虐盤 那這個本發心路 在這個地方 所指的是指什麼 啊 本發心路 他指的這個就是說 假如 因為你下手啟修之門路 也就是說 要阿難要請求佛啦 開示因地心啦 若最初發心 能夠依照兩個根本中的真本 一個是真本 一個是妄本 前面我們都提示過 啊 若是能夠在啊 兩個根本當中 取到真本 為因地心 而直屈菩提 那當然呢 啊 自然不遭 語取 有的你因地心正 那果地就不遭語取 這個就是正的修行路 所以說啊 後面會 世尊會提示到 重根解節 就是本發心路 這個地方要發兩個圈 那假的問你什麼叫做本發心路 好 這個就是要重根解節 這個重點 好 然後接下來 世尊已開示 令有學者 從何社福 仇襲 攀遠 這個是念成仇 得陀羅尼入佛之見 等一下要注意 什麼叫做陀羅尼入佛之見 做事於五體投地 再回心 祝佛辭職 重點就是說 令有 令有學者 所謂的有學者就是 為的無學果為的人 都是稱為 啊 有學啦 知道沒有 請問大家 你現在是有學還是無學 啊 啊 自己想 從何方便 啊 可以社福 仇襲的攀遠鏡 這個諸有 這個仇襲 不是只有指這一世 喔 不是 他是從無始劫來 以至於今生 哈 這個攀遠心 指的是指什麼 波羅尼是指意識心 也是我們的第六意識心 哈 因為他是念念取舍 這個是生死的妄本喔 不要搞錯啦 也就是兩個根本當中的妄本 為什麼 因為攀遠心 也就是六是妄心 可以講說第六意識心 他是 任元大定的什麼 對喔 他是一個障 他就是障道 所以要注意到這一點 啊 世尊人 啊 全在婆妄出征當中 都已經 已經有提示過 這個德陀羅尼 對不對 好 好 那麼 佛 欲 將 再敷衍 就是說 要再開示 前面所說的次第的三障 就是指空之來障 不空之來障 空不空之來障 圓融三障 其實都是在敷衍 陀羅尼 陀羅尼 就是 眾吃一切法 吃無量益 吃無量益 那至於佛的知見 為什麼這邊有講 佛的知見 是眾生本據 因為眾生在敷衍之時 這個被埋沒啦 有沒有 就是眾生本據的清淨佛性 被埋沒 但是呢 本有的清淨佛性 就是佛之之見 成為眾生之之見 那悟死後 就是顯露 所以可見得 迷死有沒有失去 但是 非失 是死 對不對 因為沒有辦法顯出妙用 好 悟死就是顯露 眾生的知見 就是佛之之見 因為由來 生活是不惡的 是生活是不惡的 好 你們再看過來 在667月裡面 這邊 魁出這邊 有沒有 標開妙修行路 有沒有看到妙修行路 好 我們再來看 好 二十四尊 愛敏慧中 圓絕 身文 於菩提心 為自在者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為什麼 為什麼稱為為自在者 好 以幾位 當來 佛滅度之後 莫法眾生 這一句話 我們有沒有包含在內 有沒有 有 對 要發菩提心 開無上聖 妙修行路 注意 好 因為 世尊 聯名 宣慧之中 已經回曉 向大的這個 圓絕跟聲文中 與菩提心未至在 這個為什麼 菩提心未至在 第一個就是說 雖然 已經回曉向大的 這個圓絕 聲文之中 因為 悟 沒有錯 以悟 但是 為得 修門 不能正入 注意 悟跟正 是有一段距離的 所以說 其心未至自在 這個是一種說法 另外一種說法 就是說 恥重 於菩提 因心 菩提 就是我們 妙絕明星 他雖然 與阿難 跟滿持 同物 同物到 我們的妙絕明星 是真心 是片場的 但是 雖 雖 雖難得 能夠圓解 但是 為起什麼 正修 你看 重點就是在這個地方 喪是屬於 不定性 什麼叫做不定性 不定性就是說 如果遇到因緣 可能還會再推轉 所以說 怎麼樣 人是屬於不得自在 因為無自由分 定性的話 那怎麼樣 那就是 必定成佛 實解因緣 精靜之下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 所以呢 至尊 這邊有 跟前面我們不是有講嗎 翻過來 六百六十八月裡面 為當來 佛滅度之後的末法眾生 發菩提心 這個地方要注意 佛滅 佛滅後 正法住是幾年 嗯 向法類 末法類 末法類 我們現在是在哪一法 對啦 所以要 提起見角 要有角五 對不對 好 末法的眾生 根 賢 治 略 為什麼 所以說 為什麼說 說不世界的眾生 難討難服 就是這樣 好 他能夠發菩提心內 已經難能可貴啦 這邊有講 開無上聖廟修行律 注意 這個無上聖 就是最上的一佛聖 最上一佛聖 是指別教一聖 葬通別緣 有沒有 別教的一聖 才能夠稱為無上 是所屈之果 也就是阿難所請的 這前面所請的 是無語虐盤 這個地方要注意 那這個廟修行律 是密子 什麼 對 密著耳根元通 從文性起仿文的廟制 那以廟制造廟裡 你看都是要用廟 什麼叫做廟 廟就是不可思議 廟就是不可思議 你若是若入於六四望星 那不能夠稱為廟 不能夠稱為廟 所以以廟制造廟裡 在文、詩修正上 要真實的下功夫 要真實的下功夫 好 現在呢 進入世尊 告訴余慧道眾 什麼稱為兩個決定義 什麼稱為兩個決定義 注意看這個地方 阿難以及諸大眾 如等決定發菩提心 諸有決定要發菩提心 於佛如來妙三摩提不生疲倦 應當要怎麼樣 要鮮明發覺出現 這個發覺不是指發現 後面馬上會講 這個決指的是指菩提 不是說發覺 不是說有發覺沒有發覺 注意 這個後面會講到 在669月裡面 小瓜湖裡面就有 有兩個決定義 什麼稱為初心呢 兩個決定義呢 這個要注意到這一點 因為呢 為了末法時期 也就是說 佛媚度之後 未來的眾生 你決定要發求成無上菩提之心 要注意 也就是阿難 就是說 於佛如來妙三摩提注意 三摩提前面有加一個妙 這是誰講的 對 這就是阿難所請的佛定當中 第二個妙三摩是也 也就是經題當中 所說的修正了義之功 都有妙三摩提是屬於 我們經題裡面的修正了義 我們經題裡面提到什麼 大佛定 什麼 如來密因修正了義 好諸菩薩萬恨所嫩嚴峻 這個就是事 這個就是所謂的經題當中 以妙三摩來講 他是屬於修正了義之功 也就是後面 我們即將要提示到的 觀星菩薩 從文師修所入之三摩地 也是諸佛所供修之法 你們看那個小寡婦 這個發覺的這個訣 這個抉擇是菩提 也就是指最初的因地心 你要確定 你要確定 為什麼世尊一再強調 有惡意的決定 惡意兩種意 惡意的決定 你們先來看看這個669頁裡面 有沒有那個出體制 出體制的旁邊 什麼叫做惡意 有兩個決定意 第一個決定意是什麼 以因同果 要沉著入滅盤意 這個是第一意 那第二呢 要決定要什麼 從根解節要脫產 才能夠入什麼 緣同意 那這個從根解節脫產入緣同意 這個必須要在683頁裡面的 最末一行才會提到 好我們現在慢慢來 慢慢來 為什麼 這個你若是依真心 那就是依不生不滅我因地心 就是在第六行 669月的第六行 對不對 好因為你因地 若是不爭 你果遭於取 你沒有辦法成無上菩提 為什麼 你主殺根本不能成犯 這個就是因心不對 果地 果遭於取 若你能夠依照真心 那就是依不生不滅 為因地心 好然後呢才可以原成果地的修正 所以對於兩種的決定意 我剛才所念的那兩種的決定意 你不得不欲先明了 所以假如有人問你 為什麼兩種決定意這麼重要 你就要告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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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道 你出發心是依真心 或者是依望心 好對不對 好那何謂真心 你要告訴他 以不生不滅的真心為因地心 然後才可以原成果地的修正 好那現在我們來看 好我們先你們先看到那個669月的那個出體字 好那所謂的第一意 就是說你如等就是指語會大眾 你如果是要君捨身文 修菩薩聖入佛之見 你應當要審觀注意 這個審觀是地觀 要審慎 觀照 因地的發心 與果地絕為同為意 注意 因地發心與果地絕為同為正 這個地方要畫兩條線 這個就是為什麼第一意 為什麼構成為第一意 就是因地發心與果地絕為同為意 好你們現在看過來670頁裡面 對不對 假如是第三行 你看做因地心 同果地絕 就是因心跟果絕是同 那就是如什麼 以空和空 叫做因地心 以果對絕是相異的話 那就譬如煮殺成犯啊 對不對 這是不可能 這是不可能有結果的 所以我們在670頁裡面 看到那個出體字 看到那個出體字 阿納作於因地 以生命心為本修因 而求佛聖 而求佛聖 不生不滅 那是怎麼樣 會不會那四個字念出來 五有四處的意思就是 五有四處的意思就是 可能嗎 對 這是不可能的 好 那你這個以生命心為本修因 那這個心指的是指什麼心 是指第六四的什麼 就是指第六四的叛遠心 好 所以說呢 這個字字 假如你以生命心為本修因的話 好 那怎麼樣 那這個是你要求不生不滅的 正常果決 這個是五有四處的 這個五有四處的 重點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說 因果 因地心與果地決相異 這個是不可能正成正常的果決 好 那假如你們這樣跳過來 好 假如 好 你們看到這個671頁裡面 好 假如 根性 他這邊用虛空來比喻 好 以根性就是不生不滅的 真實常住真心 你們告訴我 真實常住真心 有沒有可能被毀壞 有沒有可能被毀壞 好 你們看到第一行 有沒有中不穩 會毀壞虛空 虛空會被毀壞 為什麼 因為虛空本質無形無相 對不對 所以 同樣可以驗證 我們的根性是不生不滅 真實常住之心 是怎麼樣 如同虛空是不被毀壞的 為什麼 因為從始至終 其性是真常 注意 這個真常 是履於常跟無常 其性真常無患免故 所以 決定可取為本修之因地心 在這邊指的就是指 根性不生不滅 真實常住之心 可以取為本修之因地心 為什麼 因為 以因同果的話 就是第一決定意之中 那我們 接下來會講到 乘左入涅盤 這個就是始終之驅 注意 這個中跟驅 我們以世俗的這個言詞來講 中就是指目標 終極目標 這個驅 也就是指驅向的方式 就位 這個就是指驅 驅向 也可以講方法 好 那麼現在我們來看看 要 乘左入涅盤音 你必須要了知啊 五卓的左底 五卓的卓相 五卓的卓明 是怎麼來的 好 你們現在翻到 六百七十二頁 好 這個交光大師 好 我們現在要注意 卓明 卓相 這個雖然文字很簡單 但是他的韓的毅力 是絕對是有貫穿 好 我們來看看 六百七十二頁裡面 有沒有看到這個交光大師 這幾個字 好 注意 外五大與內四大 都是為著體 外五大你告訴我 哪外五大 滴水佛風 只有四大而已 還有什麼 對啦 很好 一般人講說 奇怪的 外五大的滴水佛風 在哪裡還有一個五大呢 就虛空 好 那內四大耶 對 滴水佛風 他就是著體 為什麼稱為著體 因為他可以 他逼切聖世 而且你可以障滅盤 好 但是呢 為 有沒有看到 為內四大 為由聖 意思說是 以內四大 能夠障礙眾生 障礙眾生是最大 為什麼障菩提 障滅盤是為由聖 有沒有 我以四大為由聖 所以呢 我們齒文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講 著相 著名 跟著體 都是以 身中之四大 齒文多錄 多論 身中之四大 也就是 滴水佛風 好 那一般人講 四大四大 但是 我們了知一下 好 你們現在先不要看文 我告訴你 牙齒是屬於什麼大 地大嗎 肯定嗎 沒有錯 好 筋硬之相 就是肌肉 筋骨 是屬於地大 筋硬之相 好 那潤石之相 呢 是什麼 念出來 是水大 我要你們唸出來 這就是說 你沒有閃神跟得上 知道我在講哪裡 好 那麼你 軟觸之相 呢 是為火大 好 那搖動之相呢 就是指我們的氣軀運轉 是為風大 所以是不是剛好是地水火風 好 這四大 由此四禪 注意 為什麼四大又稱為四禪 這個在後面 也是會有這四禪 這四個字產生 再出現 為什麼 因為四大假合了 互相殘劫 組織成生 對不對 你說 我們這個身 我們這個聖身 就是一個小宇宙 我們這個聖身 就是一個小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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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呢 四大假合 互相殘劫 組織成生 那既有身相 那一定有六根嘛 對不對 好 那注意到這一點 當然這個牽扯範圍 我跟我們前面 我們都是看圖 看了二十幾個圖 所講的 都是一樣 但是我們把它 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我們不再重複 你們看到這個地方 好 既有身相 是不是就有六根 好 然後呢 你跳過一行 四金圓名 有沒有看到四金圓名 印在六根門頭 好 四金圓名印在六根門頭 也就是說 四金 本是一個精明體 它本是一個精明體 那四金圓名印在六根門頭 注意 這個指的是指建分 假如我們正常講 建分的話 是指總項 總項 建分是不是就是所謂的轉向 在三字裡面 是不是所謂的轉向 所以說呢 建分啊印在六根門頭 當然啊建分是一什麼 當然他是一 阿賴也是為體啊 阿賴也是在一 就來葬為體 注意在這一點 所以說 假如我們說 四金圓名印在六根門頭 當然是可以講啊 對不對 好 那在眼根是什麼 眼睛嗎 確定喔 好 那耳根呢 鼻根 蛇根 生根 好 確定 那耳根 有一查 就是耳根 就是根性是造查 為什麼 因為他是要分別 跟那個異式 跟第六異式 第六異式 是不是分別了之 所以他在這個 異根的根性裡面 它是一個造查作用 好 這樣這樣有沒有 有沒有轉過來 好 這樣可以清楚了 所以呢 我們要了知 既然四大 構成生 互相殘結組成生 有生 就有六根 那這個六根 是怎麼來的 就是染成成根 這個我們後面會講到 其實我們已經講過無事處了 好 無事處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 那個卓相 卓相 有沒有看到 好 五卓之相 是比喻什麼 有沒有看到這個 譬如清水 清淨本然 幾筆成土灰沙之輪 本之留愛 惡提法耳 信不相尋 有四間人 其筆 土臣 投入 投於淨水 土屍 留愛 水 王 清潔 容貌 什麼然 古然 注意 這個古跟蜜 你們要搞清楚 不要搞錯了 古然的意思就是混沌 混擾的相 不清 不清 好 明之為酌 也就是所謂的五重酌 有沒有 色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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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陰 形陰 世陰 好 我們來看到 他這邊所講的清水 是比喻我們純真之心 清淨本然 那這個塵土 灰沙 是比喻什麼 世大 是比喻成世大 那世大的本體啊 世大的本體是一種流字 格愛 注意 這個字 三點水 那個代 對 這個字指的是怎麼樣 不通 就是不通暢 那但是呢 假如 通常 以正的果位來講 這個字的意思就是所謂的怎麼樣 沒有辦法奇妙用 這個是有區別的 這個是有區別的 好 為什麼 因為世大能夠葬真心 世大能葬真心 好 那純真之心 與世大 是不是一真一旺 那體心是不是各異 好 所以說 迷惑的眾生呢 啊 取土 投水 也就是相當於怎麼樣 啊 由真 怎麼樣 一真其旺 當然就是會葬怎麼樣 葬 我們的菩提真心 好 古曰 古曰 古然 乃是什麼 乃是混沌 昏繞之相 所以我們稱之為卓 好 你們看到這個卓明 五卓之明 有沒有看到 好 這邊下面五段 要講五卓之明 好 你們現在翻過來 翻過來 翻過來以後呢 你們現在先 可以在這個地方 做幾個重點的提示 好 有沒有看到 這一個 這個 外 解鎖 一語射音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你在這個旁邊 寫個 外五內六 好 有沒有看到外五內六 你就寫在旁邊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什麼叫做外五內六 好 然後再過來 在 看到 解鎖 這個 看到六百七十四月的最後一行 有沒有 好 見鎖 此鎖 是一語射音 有沒有 好 然後呢 你在這個地方 寫個 一 四 六六 注意喔 我現在不是在叫你吉典的好媽 這個就是告訴你 你如何自己整理出重點 一 四六六 前面是不是 就是 我們所說的這個解鎖 我不是告訴你 寫一個外五內六 有沒有 好 這個見鎖 你就持著一語射音 有沒有 你就給他寫一個 一四六六 這個等一下我會詮釋的 你放心 不要晚上會氣 做夢就講一四六六 家裡的人還以為說 這個有問題 還以為你在被 被別人的這個電話號碼 對 好 好 那接下來 好 你 我們翻到 這個煩惱軸 有沒有 煩惱軸是一什麼 煩惱軸是一響音 對嗎 好 那你這邊就寫一個 六六六 剛才一四六六 現在是六六六 注意 因為你假如把這幾個這個數字啊 你這樣把它投入我們的這個這個經文上面 很得體很容易就能夠讓你一目了然 好 看到我們的重三軸 重三軸 重三軸 一什麼 一行運 對不對 好 重點兩個字 要記住 好 夜韻 有沒有看到夜韻 啊 支箭跟夜韻寫在旁邊 支箭 跟夜韻 支箭跟夜韻 好 那現在命軸是一什麼 命軸是不是一 四韻 對不對 好 那你這邊就寫一個 六 一 六 不要搞錯了 前面有一個 外無內流 中間 等一下 那個箭軸 又是一四六六 對不對 煩惱軸 又是什麼 好 過來咧 終身軸是什麼 好 過來命軸咧 六一六 怎麼不是六七六 沒有什麼 這七的 六一六 好 注意 為什麼我告訴你 為什麼命軸 這邊是一一四音 為什麼要講一個六一六 好 注意就是因為六成 濫層 濫層結根 對不對 所以 隔開一體 是不是有一個一 隔成為六金 所以是六一六 那你只要知道 哦 原來是因為六成 濫層濫層結根 隔開門戶以後呢 將原本的金名題 將原本的金名題 有六金 對不對 這樣要不算 好 你現在這一行 看左邊 這一行看右邊 我所說的左邊右邊是你們的圖檔 我們的父母 有誰 看你們這麼精進喔 我實在要站起來講了 被你們太感動了 像阿難一樣 替淚插手 注意看這邊 我相信這個圖 大家都一定看過 但是真正要把這個圖 融合起來 就沒有這麼大 其實各種的文字跟圖檔 那個只是作為一個 一個上課詮釋的一個方便 這個不是究竟 請問一下記住 我已經講過無數處了 好 我跟你看看 好 我們眼根裡面 是不是什麼 他的根其實是什麼 正性 耳根 什麼性 對 那這個勒 我還沒有講 你怎麼知道我要講這個 鼻根是什麼 對 好 蛇根勒 注意 好 那生根勒 對 是這個性 好 那易根勒 就是剛才所說的造查 好 好 注意喔 建查造查 不是造查 要搞清楚 好 你注意看 我們眼根手對流 是不是射程 對不對 好 那耳根對流是深層 深層是不是只有動成跟進層 對不對 那射程是名案 好 我們現在來講 好 這個香層是不是就是所謂的 什麼根所所面對 一根那是蛇根 對 要注意不要搞錯了 好 那蛇根將來是未成 深根當然是促成 對不對 那易根是對什麼成 確定嗎 好 確定 好 那個 對啦 很好 好 法成對不對 法成從哪裡來的 呼吸一次 是不是色成 深層 香層 未成 還有促成 外五層 落屑在異地方中的成癮 這個就是法成 有沒有看到 那這個圖長是不是總瓜啦 沒有喔 你看他這個圖的範圍 好 為什麼像放射一樣 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 就是說 眾生 面對五層之時啊 他始終沒有細心的 察覺到 怎麼樣 眾生的眼根面對射成 就直走 產生什麼 什麼事 什麼事 眼根對射成是什麼 對啦 五行中 短暫的刹那 就有 是 只望其 好 那耳根對深層呢 那就耳視 對不對 好 那鼻根對相成呢 什麼事 對 蛇根對未成 對 這個生根對出成 那當然是生屍啦 好 一根對法成 好 這個所謂的意思 好 對 一根 注意 注意 這個一根所面對的法成 你們要注意 法成 唯獨 唯獨 唯獨有 什麼可以 攀緣 對啦 對 只有一根可以攀緣 好 所以這個 光是看這個圖 你看它的含義 就有這麼樣的深 就有這麼樣的深 好 那你就看到 好 我們剛才已經有講到這個六層 六層 這個我們生死的望星 是不是第六意識星 是不是第六意識星 好 第六意識星 假如 攀緣於外五層 注意喔 第六意識望星 攀緣於外五層 落下於異地的 是不是就是法成 那第六意識你注意 第六意識的話 我告訴你 通常我們講前五世 你告訴我前五世是哪 五世 對 前五世是這樣 假如我講六世 包含什麼 對 就包含異事 對不對 所以要注意 那假如我講第六意識咧 那就是單單指 第六意識 所以不要搞錯啦 不要搞錯啦 好 那我假如講說五句意識 什麼叫做五句意識 對 對對對 就第六意識跟前五世 同時起 很好 我聽到這句話 不敢講清安 不敢講 而是講心安 對不對 我還以為說 到底不曉得會不會 我還要 你們太客氣了 馬上講馬上忘記 就不能這麼客氣 這個 不要回收的啦 有聽不 你自己射受 自己射受 好來 現在我們把這整個圖檔 整個這個圖檔把它拿過來 你看到這邊 有沒有看到六經 唸出來給我看拿六經 唸出來給我聽拿六經 好注意 這個呢 好 這個六經 六經之性 注意 假如 這個六經之性 它是以 見分 相應在遠根 那就是所謂的見經 知道沒有 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有沒有 我們剛剛所講的就是指什麼 我們的四經原名 有沒有相應在我們的六根裡面 所以講六 它是以六根來講 不是說有六經 這樣有沒有搞清楚 它是以六根 因為有這個色身 一定有六根 所以它是以見分相應在六根上 所以有這個六經 其實講一也不對 我們千進之性怎麼可以用一來講 對不對 講六其實也不對 為什麼 因為既有生根 那有這個 有六根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六根 是染成成根來的 這個後面會講到 所以我們知道 遠根 見經 遠根 還有哪 兩個小條件 對啦 對啦 很好 浮成根根成一根 阿彌陀佛 第二次的心安 第二次的心安 好 我再來找 好 再來找 這個 剛剛是有沒有辦法得到第三次的心安 你告訴我 這個六根 這個六根 絕對不能夠離開什麼 不能夠離開什麼 不能夠離開什麼 對 不能夠離開我們的如來掌心 也就是這個我們的佛性 第三次的心安 對不對 你看有沒有看到 你看 眼根 見經 浮成根 生意根 有沒有看到 你看他這個圖 始終沒有離開我們 靈靈 絕絕的佛性 這個圖的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那有沒有看到 這個顏色 我們以眼根來講 他是以這個深層的紅色 那為什麼見經要用淡的 這是表示什麼 他並不是究竟 他並不是究竟 你不能夠顏色區別的太過於的不同 所以你看 是不是都是淡 有沒有 這個也是淡 有沒有 這邊比較淡的 淡顏色 好 所以假如有人問你 什麼叫做六根 那你就告訴說 剛剛開始你就要講六根 是不究竟 但是他是怎麼來的 要知道怎麼跟人家解釋 知道沒 你假如有比的話 你就稍微畫一下 這個只是詮釋方便 詮釋方便 他並不是究竟 他並不是究竟 這樣知道 好 我們今天呢 因為暫時 我們詮釋到這個地方 因為下一堂課 我會告訴你們 為什麼我剛才讓你們 在於解釋上面 用外五內六 為什麼禁軸 要告訴你們要1466 這一次數目字 是怎麼來的 我會告訴你們 只要你把這個數字 了知了 解悟了 那你要契入我們的法義 那很疑忌的事 這樣知道齁 我們會走 我們會想要 是阿神的 我們會想要 有一個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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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